大家好,今天是3月21號,國市十分之好 美國聯邦儲備局又不加息又不減息 鮑威爾說應該要減息 即是他的馬仔說不要減息 即使老闆和馬仔怎麼做呢 其實對於美國聯邦儲備加減息的問題 我已經沒什麼興趣想去說 因為這是一個政治的決定,不是經濟決定 經濟決定就一定要路早要減息 因為如果美國一減息的話 你真的減息幾次? 因為只減0.25厘? 如果你真的減息幾次的話 你息口就會不吸引 資金就會流出於美國 流出美國的時之中 那美國還靠什麼? 要支撐龐大的財政需求要發債呢? 所以大家還在說一個經濟問題來看息口的話 我已經是覺得沒什麼意義 沒有問題的 我只能說一件事 華爾街之人很活該死的 但鮑威爾上任以來 起先就被他穿了一件美國超人衣服 不過超人不是飛的 又不是站在那裡 是躺在那裡 就是超人給他 就是死了的是美國超人 昨天說白威爾說應該要維持減息 白威爾突然坐上一隻白色的白鴿上 敖牆於天空 你看看華爾街人很喜歡白威爾減息 之前說加息的話就當他是死了的超人 真的真的真的 我都覺得就是 要不需要那麼陰毒 現在又要不需要那麼抬捧 就是這樣 無論如何 今天香港的市市都被大升了 其實香港的市市一直我都認為是應該要升的 上網路我都看 沒問題 現在這麼多的板牌都在這裏上升 等待遲點再講講 黃金板牌就升了上來 為什麼呢 因為減息嘛 白威爾說減息 真的沒有減息 沒有 就升了上來 其他這些也是這樣升了上來 我看看逐個看看 逐個看看 黃金 一直都是升上來 不過這個就很簡單 黃金升上來應該就是 除了減息之外 還有美國通脹是解不了的 第二 化學製品 我也都講過了 化學製品是好的時之中 是代表了中國的工業應用 多了 例如冬鱷 新鮮材料等等 大乘生化等等 這些都是為什麼呢 都是工業原料有關係的 銀行好處是因為減息嘛 你說減息嘛 那時之中 對於香港的銀行 和很多銀行的 所謂的息差的壓力會減少 所以就升了上去 第三方面 不用浪漫啦 你說減息嘛 所以會回升 那麼多人 升了最多的是一隻 一隻 升了三個仙 說升了48% 買中就鼻子水 不過 你只買了一萬元也好 你只買了幾個股票呢 以一毫子計 好嗎 你買了一萬元的股票的話 就買了一百萬股 華大股東 好了 那再其次就是 我們會看回 食物及原料 都是很細石的 那麼 第一太平 是在買的 就是印尼的 經濟 華氧啤酒 辣啤酒菇 開始好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好 首先要看看 這個個別版派方面 就是 騰訊 業績 虧OK 派息也好 所以有這麼多 等等 又沒有派快手出來 所以 派手也可以OK 因為派手也是這樣 跌了一點 不跌得很慘 再其次 我們看看 派生之數 在這裏 昨天 昨天 這裏很多時候都是 腳 就滑了去 保利加通道的下面 是 確實在收市 是 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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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64 厘 居 今天收市盡量收起最低限度 應該收起在166上 應該也要在167上 不要再跌下來,跌下來就不要養的了 最好還要上得到它一點 去到169、170是最好 不過看來的樣子是不行的 站在168、167上就比較穩妥一點 169就更好一點 說完這裏之後,我們看看 今天可以留意的股票是吉利汽車